近年来孙丽和邓超已经很少做慈善了 这件事曾经引起很多人的争议 对于这件事的孙丽也只是一位受害者 当时孙丽还在拍《玉观音》的时候 通过电视了解到一位学生艰难的求学过程 于是就决定给这个学生资助 他一直资助到这位学生考上大学都还没有停止 但是当这个学生考上大学之后 他向孙丽要的钱越来越多 于是孙丽就去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 没想到这个学生考上大学之后 在大学不学无数 整天迫在网吧还用着昂贵的苹果手机 甚至还把孙丽给他的钱给女朋友花 在了解到这些之后 孙丽觉得自己的资助反处涨了这个学生变坏 于是就不再捐钱给他 但是没想到这位学生却写了一篇文章发布到网上 文章中对孙丽各种职责 不过孙丽已经懒得理会这些了 估计心都寒透了 其实对于孙丽这样的大迷信来说 赚钱确实挺多的 就是给别人花一点对自己的生活影响也不大 但是偏偏有人花了别人的钱不仅不懂得感恩 还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 真是不值好歹